看看新闻吧 前两天我们节目报道过前港姐杨思琦在当了两年多的未婚妈妈之后 女儿的父亲突然前来骚扰母女俩 吓得杨思琦只好报警 随后呢我们节目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杨思琦本人 他也接受了我们新云乐在线的独家专访 直言最近的这些传闻啊简直就是个笑话 大家好我是杨思琦 镜头中的杨思琦依旧笑容甜美 看起来心情不错 可是最近港媒报道中的他却并不好过 我们都知道2012年的时候 杨思琦以单亲妈妈的身份回到香港 虽然他对孩子的生父闭口不提 但媒体还是挖出这位神秘男子 正是前香港跳水运动员吴帅 时隔三年多吴帅终于现身了 据港媒报道 吴帅之前两年对母女俩一直不闻不问 却在近日去了前港姐杨思琦家中敲门想见女儿 除此之外 现在的他还欠债累累生活拮据 很可能另有他穷 孩子生父回来了这本是好事 不过其实吴帅与杨思琦相识之时 已经是有父之父 而这一次的前来据报道称 也极有可能只是为了争夺女儿 并非一家人团聚 这让原本就焦头烂额的杨思琦 再度陷入困境 对于这个传闻 杨思琦都听乐了 直言是个笑话 当记者问到孩子会不会问关于爸爸的情况时 杨思琦还是笑着回答 你们每一个记者也是问同一个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的宝宝可以开心健康的成长 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我会尽端妈妈的责任去照顾她 我会给她很多很多的爱的 所以这方面不用担心 俗话说为母则刚 又当妈妈又当爸爸的杨思琦 如今一面照顾女儿 一面还要为了女儿的未来努力工作 而女儿就是她所有动力的来源 至于有没有后悔一人产下女儿并独自抚养 杨思琦的脸上仍满是笑容 后悔有女儿什么都不后悔 觉得女儿是我上天给我的礼物 我很感谢 我见到我宝宝已经由心底里面笑出来了 所以根本没有后悔 新鲁在线香港独家采访马到 我感谢您的心底里面笑出来了